他挺担当 对现在对以前老公 他造化的 这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 我今天敬佩这一点 现场两个人之间的气氛越来越好 陈大哥和王大姐互相都对彼此好感倍增 就在一切都顺利进行的时候 王大姐说出了一句话 生活吧 说在这工资 咱俩工资说在你月开四千多 你给我一部分零块钱 说在生活你我管 是 你就学了多钱零块钱你说 两千股 一月给两千股 你零块钱 不是 就是生活都我管 这俩人出讲话 所谓说这个工资卡都给了 不是问题 打到一定程度讲话了 不是你 懂得不是你要我讲的 我自愿讲话了 我们俩人既然走在一起 就必须亲往一出想 亲往一出识 你那啥大事分成这样两千 我心里不说 你这不还是跟我不一起 一起讲话两人就都有 出语言的讲话了 现在咱俩同事都可以一起去花 我说你意思吧 给你留点积蓄 我还攒钱 我攒钱干啥呀 我攒钱 我没要攒钱 我家还要收集报庭 我家还有你们不学钱讲话 我攒钱给你这样 就是你放在一起 你好你讲话了 你给我也好你 讲话说我在的 我也不会聚恶纳的 我这个人挺会过日子 说一句心里话 你说这两千 我又没明白这个意思 那不是问题 我现在我也不跟你解释 挺明白的吗 这一顿交流下来 陈大哥也了解到了 王大姐内心的想法 互相表明心意后 王大姐又提出了一个疑问 相差四岁 陈大哥会介意吗 两个人今天的相亲 究竟是怎样的结局呢 我比较四岁 我一看我底线 我说大都差五五岁 但是你确实挺好的 他心底里也挺善良的 他绝对不是骗那个东西 我们看出来 各方面都挺好 我们可以往前走 那就行 那咱就可以往前走 随便着急走 谢谢 我那意思我俩 就是往前走 往前走一步 往前处的意思 这个意思 往前走一步 对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放心吧 以后你也会心 我也会疼你 也会用心去爱你 没错吗 我也会疼你的 我也会爱你的 讲话互相 是都相互的 是不是 最后大哥大姐互相 当留了联系方式 约定回家之后 继续联系 先试着相处一段时间 我也要约定回家之后